我们就请高维光先生来谈谈 因为你过去因为也演过很多年代剧啊 古装的作品 其实最近也在做一个现实体材的作品 对对对 我不知道你自己你对现实体材的作品 在表演方面 大家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对演员会不会有不同的要求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没问题 其实今天我是来学习的 因为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拍的确实少 关于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被重视 刚刚三位前辈说的都非常全面 我非常非常的认同 这个题材的作品被重视 我觉得是一个别人的趋势 而不仅仅是一个机遇 当然如果在创作中 仅仅是写实的这么单一的一个层面的话 可能是满足不了我们观众的需求的 可能需要更多的多元化 那可能就基于剧本创作 还有我们这些表演者 就像尹教授之前刚刚说的 更多的写实的纪录片 还有综艺 还有甚至脱口秀 还有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 其实都是以我们表演者为一个载体 去表现给大众 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这些表演者 去耳朵创作 然后传达给观众 因为观众他们的生活圈子是有限的 通过我们的方式方法 我们的去表演 去让更多的观众了解 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别人的生活圈子是什么样的 就像今天就像有一款新手机发布一样 各个形式的短视频也好 还有文章也好 都会层出不穷地出现在这个媒体平台 让大家了解到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社会 谢谢啊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演员在我们的视听 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受重视的 其实他们一般来讲 普通观众都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 但是了解你 所以演员 因为影视视听内容 它是被呈现出来的 所以是被表演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大家对演员关注度很高 当然要求也会很高 所以实际上我不知道 你认为从表演这个环节当中 增加现实体裁作品的观众感召力 其实演员能够作戏什么 就演员这个行业当中 有什么可以帮助整个影视行业 能够提升现实体裁作品的创作水准 和观众的认知度 你觉得这个领域演员们 有什么需要可以拓展的空间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二度创作的过程 就是再度创作的一个过程 作为演员来讲 我觉得他首先 在现实题材作品创作中 他要保持跟现实的距离 你首先不能脱离现实 但是你又不能被现实给埋没掉 脱离现实可能大家观众肯定都是聪明的 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不真的 或者是不真实的 就一下会跳戏 如果你太贴近于现实 太被现实给淹没掉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那你可能在呈现这个过程中 你生活了一段 这一段生活感觉是不错的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 看过可能就忘掉了 没有去过多的思考 所以作为我们演员来讲 在这段创作的过程中 是我们需要下功夫去琢磨的 我们既要表现出与现实贴近的东西 但是又要让观众理解到 我们所做的所为的是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去让它产生一个共鸣 产生一个思考 我记得刘江导演跟我说过一段话 就是演员的表演 是一段好的表演 不要演得太满 最好给观众留三分 让他们去想象 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受用的一段话 谢谢啊 其实特别好 其实又是演员既要像生活 但是又要超越生活 其实我们讲艺术闺女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关心 像你们走出去大家都能认识 在深入生活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困难 在了解生活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困难 你们有什么绝招吗 藏着 其实是会的 就像我上一个戏 我是演一名医生 我去肿瘤医院去体验生活 其实他们真正生病的病人 他不会介意你是谁 你是演员也好 还是你是医生 只要我穿着白大褂过来 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充满了希望 哪怕我不是一个医生 他们就会迫切地想知道 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那种渴望是真的 就是不是我们表演 通过表演能演出来的 那是真真切切的 非常到位的那种情绪的一个表露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作为一个表演者 能够沉浸于这段 你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中的时候 我相信看到你的人或者是看到你的观众 是会被你的这种魅力去带入进去的 但是我在生活中 其实在生活中啊 就很 有一些很多的困惑 因为我个子又高 很容易被认出来 这个就是有一点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是有一些的困扰 是一个悖论 大家反正又要深入生活 又要给大家打成一句 我又要去 还要不归识别 不让人去过多注意我的外形 而是去注意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呢 又要去让他们忽略掉这个 所以有时候太年轻成名 有时候对生活 这个体验不同的生活会有困难 没有 我其实很热爱